有一個感想 台北市的市長的選舉 50年來候選人最多的是12個人這一次 有登記12個人 那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無黨籍的 為什麼呢 人民的憤怒 就可以看出來 那麼當然我們只要選一個 所以我們應該要集中力量 找出一個最優秀的真正顯顯以能 不是用這樣的惡鬥 就可以把台灣搞得亂七八糟 周一寇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行 這樣的真是太不像話 那麼從周一寇就可以看到 一個人要為理想而奮鬥 一定要為真理而奮鬥 那他的奮鬥是為金錢而奮鬥 哪一個黨給他錢他就替他講話 所以他從來沒有一貫子主張 他可以到大陸的時候他說 我愛中 我愛北京 對啊 他是不是在大陸的時候 他說我愛北京 那今天你就在罵 抹紅共產黨的同路人 然後呢 等一下又是這個 把過去人家的這個家庭 就和諧的家庭 你把他弄得亂七八糟 還要向人家道歉 人家又不讓他道歉也不行 他說為政黨的利益 他真正自己都發生在他身上 那旁觀看的人就知道你周一寇就是代表今天混亂的起源嘛 所以有周一寇呢 這個啊他所支持的黨通通要倒閉 通通要倒閉